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绝大多数的感受都是说国内太好了 很多人甚至于都会直接说 意思就是不想再回到 无论是美国 加拿大 还是澳大利亚 日本 新西兰等等 他们都不想再回去了 那这里面的好处 无非就是这么几点 一个就是快递 那当然我也知道 包括我在内不否认 我到现在也在淘宝上面买东西 而且我最近买的东西 今天下单 明天他就送到了 就的确这个速度的确是非常非常快 送到转运舱 转运舱到我们这边一个多月 没有没有 不至于不至于 我最近都是走空运的 我没有走那个走海运 然后呢就说交通方便 因为他们都觉得说 在海外生活的人 都会觉得交通特别不方便 尤其是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现在经常在我们 阿卡迪阿摩 有的时候我不开车 一旦我不开车 我有的时候突然想着说 要不这个去哪去一下 就当时就一下子头疼了 就是我有兵啊 我今天干嘛不开车 就如果说你没有车 或者你这个 就是想利用一下公共交通 那在我们这边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就这个事情 你如果叫Uber 那就等 你就等着吧 而且通常情况下 这个价格昂贵 时间长 还停车 对 可能你这个达到的这个服务效果 还不是很好 那么还有呢 就讲到说国内的这个 现在的这种支付 不管是扫码支付啊 扫脸支付啊 反正就是说特别方便 那的确就像我们这个咖啡馆 到现在还收现金 还经常会有人拿着一张一百块钱 那我们会说不好意思啊 我们这边不收一百块钱的 那是不是防假钞 事实上的确是收到过假钞 那就是反正就是 就是觉得说支付很方便 那当然这里面还会讲到说看病 有很多人一回去 就就就去体检 或者说带着孩子去看病 或者怎么样 就觉得说这边看病很方便 不国内看病很方便 那零零种种讲了这么多呢 当然很多人回过头来会讲说 空气不好 基本上全国各地的都 我都看到都有说空气不好 还有什么呢 人多 人多 就通常呢 好的就我刚才讲的那几条 不好的呢 不管是因为小红书 还是因为这是正确 反正呢 通常讲的也就那么几条 但是我倒有个不同的观点啊 我今天来跟你大叔特殊一下啊 其实我的观点呢 我觉得这不是说真的是 是美国好还是中国好 加拿大好还是中国好 是我们现在住在阿kenia好 还是我们以前上海好 还是住在纽约去 不 我觉得不是这个观点 其实很多人其实更怀念的 我相信一定是疫情钱 包括我们在内 你想想我们没有移民来美国之前 作为上海土著 我们的护照上面是有什么 十年签的那个 每签 十年签的加拿大签 我还拿到的 拿到过那个 我们一起的 就是深更签证 我们是一年多次往返 然后 你新加坡 因为每次都有对方邀请 邀交请 但是我每次去新加坡 其实我是申请旅游签证的 而我最近一次申请的 就是在疫情前 最近最后一次 我拿的是五年多次往返 哪一次不拿的是五年 不不不 只有那一次我拿的是五年的 其他的我都是一年多次往返的 那么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 我也挺怀念 虽然我一直说 我们拿美国护照的目的是 为了进出方便 但我不能否认的是 当年我们在上海的时候 我们就凭上海土著的这些信息 我们拿到的那个签证 也是很方便的 就是上海户口 就是之前 OK好 那我最终想说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 我其实很享受 我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长了 之后我换了一个地方 即使可能我只是换了个十天二十天 所以你想说是 那些现在说大陆怎么好怎么好 只是因为这疫情的三年 可能再加上前面几年 三五年没有去过大陆了 没有回过大陆了 没错 他们会觉得有些不一样 或者觉得 我需要换个地方去生活一下 其实就和我们今年暑假 怎么也想出去玩 不想再待在洛杉矶 一个道理 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这句话 我不单单想说是 从海外回到中国的那些人 我也想说 那些在中国现在死命 想要认出来的这些人 其实你们平心静气的想一想 到底是什么原因 对 包括你像泰国那些播出 整天都在说 最近旅游团 中国大陆来的旅游团 特别多 美国这边也是 你像我们Arcadia 最近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早上豆浆店 一眼看过去 就都是刚来的 对 怎么看刚来的 衣穿着跟我们一样 穿的三清水绿 还能够吹了 C清死了 大富可的招 这我们洛杉矶 就真没人戴口罩了 好吧 然后带着孩子早上不上学 来吃豆浆 那你说他们是干嘛来的 对啊 连我家大厨都会问我 比如说那次我们俩 我们俩带着孩子 在旁边吃披萨 他就问我 他说你猜 那边那对夫妻 带着孩子的是游客还是居民 肯定是游客 我说不用猜 肯定是游客 这个大小的孩子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在上学 怎么可能出来吃饭呢 还有什么 停车屁股进去了 对 一看就是大陆刚来了 对吧 对 我每次看到 你现在叫我屁股进去 我还进得去 我还进得去 我也进得去 我也进得去 有些位置我还是比较喜欢 屁股进去的 对 所以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 就是现在有很多人 他们其实是 一个地方住腻了 对吧 包括其实在中国 我相信有很多 就包括前段时间 我们看刘亦飞的那个片子 什么去永风的地方 他不就是在北京 飘的时间长了 正好在遇到一些 他的人生大事 不是他 他朋友的一些事情之后 就感觉顿悟了 然后辞了职 跑到大理 他也没有说 一开始要跑到大理 去待一辈子的 他想到那边 先待两个月 而且一定要在不一样的文化 你想如果我们这几年 是在上海度过的 我现在最想去的一定是欧洲 一定是巴黎 我就告诉你 但是为什么今年暑假 我们要去的是东京 而不是去巴黎 我就告诉你 现在去巴黎的机票 我们洛杉矶去巴黎的机票 远远低于去东京的机票 所以美国没办法的 它还是一个 白人为主的社会 它和欧洲的联系 一定大大大于太平洋那边的亚洲 现在去欧洲的航线 基本上都恢复了 但是就AA和那些 美国三个大的航空公司 去亚洲的航班 现在正在恢复 但不是全面恢复 所以大量的航班 还是非常贵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 宁愿贵的去亚洲 因为这几年 我们在这种环境 没待久了 你说我现在从洛杉矶 到了巴黎 或者到了柏林 有什么区别 有 穿着不一样 还吃鸽子 其他没什么 其实我想表达的是什么 就是我身边有很多很多 我们上海人的朋友 其实他们在疫情前 真的不管他们来美国多少年 其实他们都是这样子的 暑假 孩子们就回大陆 对吧 然后暑假结束 因为知道美国这边的暑假 一般都是六月头上就放假了 然后八月中旬开始回来 所以他们正好能够搭上这一点 能够回去 然后的话可能经济条件好的 或者说是夫妻两个人 工作相对比较自由的 寒假又回去 所以其实他们一直都是处于 很长一段时间 都是处于说拿着美国绿卡 因为这种人一般他们都是美国绿卡 然后的话 一年少则回去一次 多则回去两次 少则待两到三个星期 多则待两到三个月 其实他们一直过的是这样子的生活 所以你说你三四年没有回去 就一直和家里面和那个 比如说视频通话 再加上美国的确时间长了 很无聊 要吃的没吃的 要喝的没喝的 要玩的没玩的 我觉得玩的东西还很多 我必须得这么讲 你看看我们的视频吧 玩的东西还是很多的 所以他们会觉得国内 他其实现在发出来的任何一个 在我看来的这个感慨 不过就是说 因为很长时间没回来了 那一样的 我觉得有很多人 他们想要离开中国 也是 真的 我认为很多时候 你尽心的想一想 你只是希望能够离开 你当前的环境 对 就像那个博主说的一样了 上个月 中国所有的博主在三亚 对 这个月 所有的中国的博主在四伯 其实你们不就是换了个地坞 是啊 不能像这些博主到处走的 你们就看他们的视频 你想啊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 小翔哥的视频 对不对 其实疫情前 我觉得小翔哥 不管是从贵州搬到了上海 还是他可能动不动 就飞到新疆 飞到什么地方 他已经在到处的 想寻找美食 去拍这个视频了 包括你说绵羊 包括盗月社 但是他把它暂停舰 好 然后我相信 如果没有疫情 时间长的 他们也会 全世界飞 我不管你是什么户口的 容不容易拿到签证 我们不谈这一套 但是我觉得 他一定会这么做 对不对 除了像老高这种 老高这种 好像蹲在新加坡就不动 不 我们不是 我的意思 开会想开会想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 如果不是因为 说南京点中国的户籍制度 或者是因为户籍制度 而带来的 可能出境的这一些便利 或者不便利 如果真的也是可以自由迁徙 真的有这么多人会认出中国吗 我觉得不一定吧 就可以到处玩就可以了 到处走就可以了 或者说你到处 像现在都是自由职业者 这些都是所谓的邪杠青年 对吧 到这个地方待两个月 到那个地方待几个月 然后马农就不要说了 可以到处那个工作 那不是马农的 你说视频博主 我们认识的 或者说我们平时 关注的那些视频博主 不管你在泰国的 还在美国的 现在回到国内的 他们不是在国内 还是在全国的玩 全国的拍视频 上传视频吗 对 那么有一句说一句 那泰国的绿卡也好 泰国没有绿卡 我知道 美国的身份也好 对他们而言 有那个意义吗 对他们而言 只要能到处走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今天 绕了大半天 想要说的意思 其实我觉得 有很多时候 很多人想清楚 不要老觉得 好像自己 哎呀 我现在就是厌倦了这个 我现在就要去一个议程 我现在就要换一个地方 就这样说 升华一下 就是你呢 如果没想清楚 一定要移民 不要来烦我们 知道吧 除非你已经下定决心 想清楚 一定要移民 有时候你可以来问我们 有什么途径 有什么意见 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如果你压根 只是好奇 那么百度 谷歌 就可以了 我一直觉得 以我们两个 而且真的 如果你已经下定决心 要移民了 其实你来问的 不是我们 自己 你都翻墙出来 看到我们视频了 你翻墙上个谷歌 查一下洛杉矶 旧金山 或者是纽约 本地的移民律师 好不好 也不要来烦我们 其实呢 我刚才话被他打断了 我想说的是什么 人 我认为是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 一步一步来的 大家都看过我们之前 关于旅游的很多的 我们的一些视频 内容 我们其实也不是说 一定要反而散 但是我只是想告诉大家 至少我们在移民美国之前 我们算去过很多地方 那正因为你去过很多地方 所以最终整个移民 对我们而言 并不是那么的痛苦 或者说那么的纠结 而且本身就是上海人 根本不觉得 那么如果说你这辈子 都没有离开过你自己的家乡 你甚至于都没有到外地去打过工 你比如说我们就是属于 没在外地打过工的 现在有很多人来问我们 要不要移民 该不该移民 美国的时候 他连国境都没出过 对 那么你怎么知道 你想来的是美 我觉得其实如果你 好惩 如果你现在连中国国境 都没有出过的话 你先出去看看吧 我觉得你现在不是要出去看看 你先把中国的大小河山 先看一遍 我也会觉得 中国有很多地方 我们都没有去过 当然我不感兴趣是一回事 你比如说西藏 我们俩一直没有想过要去 为什么 就那个高原反应 我觉得我就不给自己添堵了 对不对 那比如说新疆 我们还有好朋友住在新疆的 我们都没有想过去 因为我实在受不了一个景区和另外一个景点之间 可能要开200公里 200公里算短的 还算短的 对我而言 我觉得我实在没有办法想象这一点 那除非将来我特别有钱 我有四人直升飞机 那是另外一回事 在中国也不需要你飞 这个是我们的想法 但是我们也的确游历过很多地方了 所以我觉得一步一步 那如果对于很多人而言 真的一个地方呆腻了 换个地方 换个地方 马上心情就马上就不一样了呀 三亚去看看东北人 你这个换个那很合格 好